我国空军战斗机紧急起飞 驱离跨越海峡中线的中国军机 两岸关系越来越紧绷 万一擦枪走火 台湾的战力够吗 台湾实施募兵制之后 一旦开战 庞大的后备军人将成为主要战力 相较于强敌环寺的小国 我国造训期间是退伍后八年 新加坡则是长达十年 以色列虽然只有三年 但是以兴两国可是年年较招 天数从18天到40天不等 我国只有两年一训 较招时间短 战力明显差一截 另外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较招上 八年内有近23万人可以较招 却只有6.1万人被较招过 照训比率仅26.89% 平次和可能天数 强度都不是很高 过去引人诟病就是 经常较招内容就是看一些短片 未来如何编补 拨补更多的预算 还有这个 给予更多的人力上的这些资源 我认为这是两个重点 有关后备的改革方案 在总统院长非常关心 我们国防部已经完成相关的规划 适当时间我们会对外公布 国防部强调正在着手 进行较招训练的制度改革 不过只靠后备兵力还不够 台北市议员许巧新更主张 应该会赴真兵制 甚至连女性也要当兵 如何加强全民的国防意识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家 可以到军营里面去了解 性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也是必须要有一些付出的 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政策方向 但现实状况就是政治考虑这个部分 我认为是自爱难行的 其实一般年轻人对于说 加入军职兴趣不是那么高 两岸关系紧绷 开战不再遥不可及 不管是自我保护 还是等待盟军来救援 台湾都要先有强大的国防实力 甚至全民接兵的准备 而台湾民众准备好了吗 华语新闻林静廷 林凯伦 台北报导